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夜浅读 赵玲玲45岁,自己经营一家麻辣烫小店 因为味道好,生意不错,每月最少能入两万 她有一对双胞胎孩子,现在15岁,正在上重点高中 两个孩子都很懂事,有空就会来给她帮忙 老公李帅在一家公司当部门经理 每月工资一万两千,一家人生活平淡而幸福 女儿和儿子现在上高一,每晚有晚自习,回家要到九点了 而她的小店不到十点也不会关门 李帅每天下班都到店里吃饭,有时给她帮忙 有时回家洗洗衣服 这晚到九点后,店里已经没人 而玲玲也早已收拾好了厨房,想着早点关门算了 女儿乐容,儿子乐清喜欢吃她做的麻辣烫 她挑了一些孩子俩喜欢吃的菜 又放了一些牛肉,酒液宽粉等 给孩子烫了一大盆,打包好后带回家去 在小区门口碰到了姐弟俩 乐容开心地说,妈,你给我们做麻辣烫了 太好了,我正好又饿了 说着,她想伸手接过来 妈,我来拿吧,你别太累了 乐清已经接过了,姐,我来吧 母子三人说笑着回到家 李帅洗了衣服,正躺在沙发上玩手机 看见他们,笑着说 你们三个人怎么一起回来了 乐容,爸,我们在小区门口碰到了 说着,她放下书包 迅速去厨房拿了碗筷 爸,快来吃麻辣烫 我妈烫了好多 李帅笑着说,我已经吃过了 你们吃吧 玲玲喊着她,来吃点吧 我放了很多牛肉,很新鲜 李帅爬起来,一家人坐在一起 又吃起了麻辣烫 乐清说,妈,麻辣烫还是你做得最好吃 这个牛肉真是太好吃了 正在这时,李帅的手机响了 他一看是妈妈,接通后说 妈,这么晚了,有什么事 妈妈苦着脸说 小帅啊,妈妈老了 一个人生活越来越不方便 晚上生病都没个人知道 我想去你家住 你可不能不管我呀 李帅,妈,你到底在说什么 谁不管你了 我每月不是给你两千吗 再说了,你不是和李源在一个小区吗 有事给他打个电话,不就行了 妈妈,小帅,你是哥哥,是家里的老大 本来就该你给我养老 你怎么能全部推给你弟弟 李帅头疼地说 妈,这么多年,你一直偏着弟弟 我也不多说什么 现在你又说这话 你不觉得太过分了吗 妈妈,哼,我不管 反正我要来你家住 我一个人还要做饭,洗衣 太累了,干不动 李帅,妈 我先和玲玲商量一下再说吧 你等我消息 挂了电话 他抬头看着玲玲 玲玲,你也听见了 你是怎么想的 玲玲看着他说 其实你应该知道答案的 根本不需要问我 我是不会同意的 不管你怎么说 我都不会改变 两个孩子皱眉看着他们 乐容说 爸,奶奶不是一直和小叔在一起吗 为什么非要住到家里来 李帅,你奶奶自己一个人住呢 就是和你小叔住得近罢了 这是你俩别管了 赶紧洗漱写作业学习去吧 乐青皱眉说 爸,你可别欺负妈妈 等两人进屋了 李帅对玲玲说 玲玲,我知道自从那次医院事情之后 你就再也没和妈好好相处过 可是现在孩子都这么大了 这是真的过不去吗 玲玲没有犹豫地说 这是这辈子都不可能过去的 你别再说了 反正我是绝对不会和她住一起的 李帅,玲玲,事情过去就算了 我妈她都快七十岁了 还能活几年 玲玲冷冷看着她 不用劝我了 我绝对不会让她住在我家里 让我照顾她 想都不要想 李帅一听生气了 直接碰一脚踢向了椅子 玲玲,你也要替我想想 那是我妈,你这样做让我怎么办 她再也没管她 转身去屋里看两个孩子 姐弟俩正在写作业 看见她后 乐容说 妈,别生气 女人生气对身体不好 玲玲,嗯,妈妈不会生气的 这么多年了 妈早看开了 只不过是不会改变主意罢了 乐青,妈 你赶紧洗漱休息吧 我和姐姐已经写完作业了 再复习一下就睡觉了 玲玲看孩子们这么关心她 忍不住弯起了嘴角说 好,那妈妈去洗澡睡觉了 你们也快点复习 早点睡觉 李帅还在生气 她就想不通了 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玲玲怎么还耿耿于怀呢 这么多年 每年过年 她要回老家过年 她也不去 一个人在家带着孩子们过 让她每次回去 都被弟弟一家人笑话 她都忍了 她怎么还不知足呢 而她不知道的是 她妈妈已经准备好了行李 打算直接住到她家了 正好是周末 玲玲店里特别忙 她从十一点开始 几乎没有休息过 都没有吃饭 乐青 乐荣放学后 知道她周末忙 都到店里给她帮忙 乐青说 妈 我和姐姐先看着 你赶紧先吃点饭 别一会儿胃疼了 玲玲笑着说 算了 一会儿就可以回家了 我回去下碗面吃 十点半了 人才陆陆续续走完了 她拿了些菜和肉 打算回家做面 让两个孩子也吃点 进了家门 玲玲脸直接拉了下来 李帅和她妈妈 正坐在沙发上 一边聊着 一边看电视 看见她后 李帅说 玲玲 妈来了 我在乐荣屋里加了张床 让他们一起住 玲玲把手里的袋子 直接扔到地上 李帅 我都已经说了 绝对不会和她住一起 你这是什么意思 直接让她住进来 觉得我也没办法了 是吗 李帅看两个孩子也在 妈妈也看着 玲玲一点都不给她面子 也生气了 妈老了 我们养老是天经地义 你也是有子女的人 你别做得太过分 玲玲 哼 做得太过分的人 是谁你心里没数吗 如果她要住在家里 行 那我们离婚 我带着两个孩子过 你自己可以好好孝顺她 婆婆这时候哭着说 天哪 你让我死了算了吧 我老婆子是活不下去了呀 你这个丧天良的脚势精 你也不怕天打雷踢 李帅 玲玲 今天都这么晚了 你先让妈住着 等明天我们再商量 婆婆 哼 李帅 我告诉你 我不会走的 如果你要赶我走 那我就去告你 李帅 你看看你这个窝囊样 把你媳妇灌成什么样了 这种婆妇有什么好 大不了离婚 你再找一个年轻的 有多少孩子没有 李帅 妈 你胡说什么 有你这么当妈的吗 你真要逼着我离婚啊 婆婆 我不管你离不离婚 反正我在这注定了 要不你们出去租房子住 再找个保姆照顾我 玲玲 呵呵 李帅 看看 这就是你妈 贪得无厌 无礼取闹 你自己好好和她过吧 说完 她弯腰捡起袋子说 乐容 乐清 妈妈去店里住了 你们在家别忘了学习 乐容拉着她说 妈 这是你家 凭什么是你走 走也不应该是你走 乐清也点了点头说 爸 如果你要给奶奶养老 那你自己找地方 和奶奶一起去住吧 李帅被儿子说的话 气得不行 很明显 两个孩子都向着玲玲 没有一个支持她 玲玲冷冷看着李帅 虽然孩子说得对 可是 以你妈妈的性子 今晚是绝对不会走的 而你 也没那个能力让她走 我也不屑赶她走 万一她故意躺地上赖上我 我可不想当冤大头 所以 今晚我走 不过 你自己想清楚 是要送她回去 还是我们离婚 我只给你一周时间 说完 她要回店里 乐容和乐清跟在她身边 妈 我们也陪你一起去 你别怕 我们一直陪着你 玲玲不想让孩子担心 点了点头 和孩子收拾了几件衣服 带着他们一起出去 婆婆在身后 用各种乌言会语 骂着她和两个孩子 到了小区门口 玲玲直接带孩子 去了儒家宾馆 要了一个标准间 三个人住了下来 如果是她一个人 她打算在店里凑合一下 可是如今还有两个孩子 还是住几天宾馆吧 此时 李帅烦躁地走来走去 妈妈还在那不停地骂着 听她说 李帅 你看看你那两个孩子 一看就不是好东西 有这么对亲奶奶的吗 都是被那个女人教坏了 以后也不好有好下场 肯定会进监狱的 李帅突然大声说 妈 你能不能盼着我点好 那是我的孩子 你这么说他们 有考虑过我吗 你有当自己 是他们的奶奶吗 妈妈站起来 冲到她面前 抬手就给了她一巴掌 你这个不孝子 为了个烂女人 这么对你妈 你还是个人吗 李帅这一刻 真的很失望 他知道 以后自己的日子 要怎么过 就看他要怎么解决 这件事了 他冷冷地看着妈妈说 妈 我现在就请假 明天送你回去 妈妈 不可能 我绝对不会走的 你要走你 跟着他们走 我一个人住这儿 你给我请个保姆 在每月给我三千零花钱 毕竟你这花费 比老家高 李帅有点不敢相信地 看着妈妈 突然明白 在妈妈心里 真的没有她 不管她做多少 妈妈也不会说她一声好 她突然冷淡地说 妈 你的房子呢 如果不想住 就卖了吧 用那钱找个 好点的养老院 住着挺舒服的 到时我经常去看你 也不会有人欺负你 她妈妈没想到 她会这么说 生气地说 李帅 我生了两个儿子 你竟然 让我去住养老院 你就不怕被人戳几辆骨吗 李帅 那我也没办法 我总不能为了你 搞得自己妻离子散 把这个家做没了 妈妈开始拍着腿痛哭 说小帅啊 你不能赶我走 我已经没地方去了 那个房子被你递给租了 说是家里孩子小 挣的钱不够花 小帅啊 你是老大 你不能不管妈 不管弟弟啊 李帅心寒了 说 妈 你为了李源 把自己的房子出租了 然后一定要住到我家 你明明知道 这么多年 玲玲一直没有原谅过你 妈妈 哎呀 本来就是她的错 为那么点小事 既恨到现在 再说 我是她婆婆 她伺候 我就是应该的 李帅看着她说 妈 那你怎么不住李源家呢 让她媳妇伺候你 你不是 把我给你的钱 也都给她了 妈妈不停地抽气着说 小帅 小元挣不了钱 她媳妇天天和她吵架 我这个当妈的 都不帮帮她 那你说怎么办 你要我看着他们离婚吗 她还有两个孩子呢 李帅突然笑了 说 妈 那我呢 我也有两个孩子 你就不惜让我离婚 也要赖在我家吗 呵呵 妈 如果当年玲玲生孩子的时候 你对她好一点 你现在来住我家 我都可以理解 可是你明明 把事情做绝了 你还一定要来我家 就是想让我离婚是吧 妈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妈妈看她自己 都哭了半天 可是李帅 还是不妥协 生气了 说 李帅 你真的要逼我吗 我都要七十岁了 我还能活几年 你想再不好好孝顺我 你以后一定会后悔的 李帅对妈妈说 妈 玲玲的性格你也知道 她既然说不和你住 那就不会改的 妈 我不会和玲玲离婚的 你先去休息 明天早上 我送你回去 妈妈 可是 房子都租出去了呀 我住哪 你这是要逼死我呀 李帅 妈 那行 你一定要逼我 那我们明天一起去跳湖 就在老房子那边 现在附近也没人 我陪你一起跳 都没人发现的 妈妈震惊地看着她 李帅平静的表情 反而吓着她了 她一下子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李帅实在烦得很 她给玲玲打电话 说 在哪 我有事找你 玲玲 这么迫不及待要离婚 你是不是早就盼着了 李帅 胡说什么呢 赶紧说 别啰嗦 玲玲看了一眼孩子 给她发了定位 李帅出门买了一些烧烤和啤酒 去找玲玲 去找玲玲母子三人 她觉得很搞笑 他们一家四口住宾馆 而妈妈住在她家里 却想着让她离婚 玲玲打开门 李帅提着东西进来说 你们都饿了吧 赶紧来吃 你们最喜欢的那家烧烤 四个人围着小桌 吃起了烧烤 玲玲和李帅喝啤酒 李帅让她多吃点东西 她拉着玲玲说 玲玲 我决定了 明天就送我妈回去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和你离婚的 我舍不得你和孩子们 玲玲听她这么说 忍不住哭了 好 我相信你 我和孩子们都相信你 等睡下的时候 玲玲稍微有点头晕 她想起了她生孩子的事情 忍不住悄悄哭了起来 玲玲是个苦命的姑娘 她很小的时候 爸妈就不在了 她是跟着奶奶长大的 她只读了初中 奶奶没钱 供不起她都高中 在一个很破的小房间 她和奶奶相依为命 她每天天不亮 就跟着村里人 去山上采蘑菇等山货 晒干了卖了 才能有钱给奶奶买药 维持两个人生活 在她十八岁的时候 奶奶也去世了 她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了更亲的人 叔叔根本就没管过他们 在村里老人的帮助下 办完了奶奶的后事 她给谁都没有说 一个人悄悄离开了村子 玲玲来到了省城 十八岁的她 不知道该怎么生活 那个时候 找工作比现在难多了 更何况 她必须找个有住宿的 她整整找了三天 才在一家火锅店 找了一份工作 火锅店没有宿舍 她直接住在店里 早上把自己的铺盖收了 晚上就是在废纸和上铺上 铺盖睡觉 玲玲很勤快 什么活都干 从来不让自己闲着 老板宋大姐非常喜欢她 每个月给她一百五十块 她一点点存起来 除了买卫生巾和内衣库 几乎不花钱 除了工作服 其他衣服都是宋大姐给她的 不合身 她就自己改一改 颜色 款式 这些她从来不觉得和自己有关系 过了两年 她的工资涨到了三百五十元 她特别高兴 每次一发工资 就存进自己的卡里 她一直住在火锅店里 就算挣了些钱 她也不去租房子 她早想好了 一定要挣钱买一套小小的房子 那是她真正的目标 她每天把店里的饮料瓶都收起来 放在店里很偏的位置 等收满一大塑料袋 就拖出去卖了 后来她一个人在开店前打扫卫生 又每个月多给她一百块 玲玲珍惜着 哪怕能多挣一分钱的机会 有几个店员都看不起她 觉得她太抠了 可是 玲玲不在乎 她已经去后厨了 帮着老板娘做火锅底料 做很多配料 工资比他们高很多 她二十四岁的时候 一个月工资都有两千五百了 她心里可美了 她从来没想过 在一个火锅店 能一干就是这么多年 在她二十七岁的时候 宋大姐对她说 玲玲 我知道你一直攒钱买房 我有个亲戚要回四川老家了 她有一套老破小 房子很旧了 也不大 只有四十五个平方 你要不要 要了我带你去看看 玲玲很高兴 姐 我肯定想要 就是不知道钱够不够 宋大姐 应该够了 那个地方比较偏 房子又小又破 一般人都不想要 她也不好出手 最后玲玲拿八万买下了房子 那一刻她忍不住哭了 其实房子对她一点都不小 是五十六个平方 当时宋姐记错了 而且房主很爱惜房子 外面看着破 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 家具都就给了她 她只要买些床上用品 就可以搬过来 她因为买房子 不但花光了所有的钱 还借了宋姐五千块 让她直接在工资里扣 有了房子后 玲玲买了自行车 每天骑车上下班 她觉得只要努力 生活肯定会有惊喜 而就在这个时候 她认识了李帅 其实她对她没什么想法 一个大学生 一个初中生 她觉得两人之间 不会有一点点可能 可是那时候的李帅 过得很难 虽然她是大学毕业 可是不好找工作 就算找一个 工资还不到一千 其他都要靠跑销量 她一个月挣不到三千 还要给家里一千五百 供弟弟读书 她和同事合租的房子 就在玲玲对面 有时候她晚上要跑个客户 就厚着脸皮借她的自行车 有时候还在她家吃饭 就这样 两个人交往了 谈了一年多 两人打算结婚 玲玲只有自己一个人 也不要彩礼什么的 再说 她也知道李帅没钱 她的钱基本都给了家里 当时 她妈妈特别高兴 因为不用给彩礼 不过说好了 就算结婚后 每月也要给家里两千 玲玲没同意 她可以不要彩礼 但是他们俩的钱 必须存起来 买房子 毕竟这房子以后 有孩子了 还是有些小 婆婆特别生气 骂她让李帅不顾家 骂他们忘恩负义 不过她还是没有妥协 婚后没几个月 玲玲怀孕了 她反应很大 根本没办法 在火锅店工作 只要闻到 红油底料味 她就吐得撕心裂肺 只能辞职了 但是她特别不舍 毕竟这个工作 在她最难的时候 让她有个地方 可以容身 李帅压力很大 她怀孕后 她换了个工作 工资挺高 可是要经常出差 当玲玲检查出 是双胞胎的时候 两人特别高兴 可是也犯愁 毕竟双胞胎多半要早产 她怕她生孩子的时候 她不在身边 真是怕什么就来什么 玲玲肚子疼 要生的时候 李帅正好在外省出差 根本一时间赶不回来 没办法 她让妈妈赶紧赶去医院 坐班车四个小时也到了 玲玲自己拿着东西 咬着牙打出租车赶到医院 肚子又不疼了 医生让她住院 也许晚上就要生了 婆婆来了医院 看她根本没反应 竟然住院了 特别不高兴 不停地骂她 不会过日子 浪费钱 护士都给她说了好几次 她这种情况 就应该住院 可不管怎么说 她都听不进去 半夜的时候 她又肚子疼了 医生检查后 很快送到了产房 婆婆还在睡觉 都没有起来看一眼 快天亮的时候 玲玲生了女儿 护士出去喊了好几声 婆婆才过来 一听是个女儿 大骂她没用 哭嚎着生了个赔钱货 儿子还没出生 玲玲已经没多少力气 她很累很困 就想睡着 而医生更是担心地说 怎么办 她已经没力气了 赶紧准备剖妇产吧 护士出去找人签字 可是婆婆死活不签字 大声说 老天爷呀 生个孩子还要手术 这得多少钱啊 这是要累死我儿子啊 而就在这时 更悲惨的是 她竟然有大出血迹象 还要赶紧抢救 不然别说肚子里的 另一个孩子 就是她自己都要没命了 婆婆死活不签字 医生没办法 只能想办法 让她清醒一下 给她说了 她点头后才 实施抢救 等儿子出生的时候 比女儿晚了一个小时 而这时候 已经找不到婆婆了 她早转身走了 当玲玲听护士说了详细情况后 那一刻她真的恨 该是多狠的心 才能做出这种事情 如果不是医生想尽办法 让她醒了过来 也许她和儿子都没命了 她觉得婆婆就是不想她活 那她也没必要再当她是亲人 那种绝望她 再也不想有下一次了 李帅赶来医院的时候 只有她一个人 还有两个孩子 她根本动不了 孩子哭都抱不起来 护士看她可怜 总是多帮帮她 还有其他产妇的家属 能帮也都帮一把 看到李帅 她再也忍不住 放声大哭 后来回到家 李帅请了十五天假 照顾她月子 等十五天后 她自己照顾自己和两个孩子 因为两个孩子小 她没有找工作 好在李帅在新的公司 站稳了脚跟 工资有四千多 足够一家人生活了 不过玲玲从那之后 再也没有和婆婆单独联系过 也再也不去李帅老家 不让婆婆来她家里 两个孩子送到幼儿园后 她考虑了一段时间后 自己开了一家麻辣烫小店 因为店里干净 味道又好 顾客慢慢多了起来 两个孩子从幼儿园回来 就在店里玩 她不敢让孩子去门外 两个孩子都很乖 这才让她能应付过来 两个孩子五岁的时候 他们买了现在的这套房子 是学区房 买得早一些 所以房价不是很高 在婆婆六十岁以后 因为她天天哭喊 李帅每月给她两千块 她也没有多说什么 毕竟养老是必须的 想到这儿 玲玲忍不住冷笑 婆婆真是会想 当年那么对她 如今想到她家里来 让她照顾 真是当她好欺负吗 不管怎么样 她都不会同意的 绝对不会 玲玲看着另一个床上 和儿子一起睡的 李帅 知道她的决定后 她也很高兴 她很珍惜这个家 很珍惜和她的感情 谢谢她没有让她失望 天亮后 两个孩子去上学了 玲玲开店 李帅冷着脸回到家 妈妈坐在沙发上 她直接说 走吧 妈 我送你回去 如果你不要再闹 我每月还是给你两千 说着她看了一眼妈妈 又说 如果你还要闹 那我就不给了 你直接去告我吧 法院判给多少 我就给多少 反正到时候 只要李源不给 我也会不给一分的 妈 别想那些有的没的 我都说过了 如果你实在要逼我 那我就陪你去死 你不怕 我也不怕 她妈妈看她面 无表情的脸 也不敢再闹了 只能拿起自己的东西 让李帅送她回去 日子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 不过经过这事 玲玲和李帅的感情更好了 而她除了每月给妈妈两千 其他的也不多管了 毕竟在妈妈的心里 只有弟弟 那就让弟弟多操心吧 玲玲看着一家人 开心的样子 她轻声对奶奶说 奶奶 你放心吧 你看 我现在过得很好 下面 请听另一则故事 我从医院醒来的时候 病房里 已经密密麻麻 围了许多人 许文元坐在我的床侧 见我睁眼 她憔悴的脸上 满是关切 错过来紧张地询问我 摇摇 怎么样 有什么不舒服吗 她这几天在外地出差 应该是听到了消息 匆忙赶回来的 此刻身上还穿着皱巴巴的西装 额头上满是细汗 我想开口说话 可是嗓子里满是腥味 一张嘴 一股子血气涌了上来 我生生吐出来了一口血 见此许文元有些着急 赶忙出去招呼护士过来 一番疏解后 我的情况好了不少 看着许文元 我轻声道 文元 我们的孩子没有了 我本就体弱 为了保住这一胎 付出了多少心血 许文元是知道的 因此 听我这么说 许文元的脸色 刹那间变得难看了起来 天天并防一角的小姑子许文兮 还不以为意地撇了撇嘴 拉着婆婆的袖子 小声嘟囔着 我就是想和她开个玩笑吗 谁知道她这么不惊吓 无趣 闭嘴 你还有脸说 许文元起身一耳光 扇在了许文兮脸上 她向来好脾气 难得发这样大的火 猛地发作 一下子就给许文兮唬住了 许文兮的眼里 很快就蓄满了泪花 哥 你凶我 你还打我 我只是看嫂子那么沉闷 想逗逗她而已 谁知道她反应居然这么大 家里是你玩飞镖的地方 谁教你在家玩这么危险的东西的 毕竟失去了自己期盼已久的孩子 许文元这次并没有买账 而是继续严厉地训斥着许文兮 许文兮被鼠罗的彻底说不出话来了 红着眼睛看向了在一旁的婆婆 见此 婆婆先是不满地看了我一眼 见我不说话 她又看向了许文元道 文元 差不多行了 你知道的 文兮走丢这么多年 受了不少苦 也没有人叫她这些 她也不是故意的 今天的事也是意外 见婆婆发话 许文元攥紧了手冷冷地看着婆婆道 既然家里教不好她规矩 就赶紧把她送到学校吧 还有 许文元看向了许文兮 又接着道 以后不许靠近你嫂子 见许文元态度坚决 婆婆也不好说什么 而许文兮则哭了起来 她甩开了婆婆的手上去垂打许文元 我不要去学校 我讨厌你 你是坏哥哥 婆婆看不过眼 拉着许文兮离开了病房 临走前看着我叮嘱 都是一家人 没必要闹得太难看 你是做嫂嫂的 你担待担待 毕竟文兮还是个孩子 他们离开后 病房里安静了些许 许文元紧紧握着我的手 脸上愚怒未消 摇摇 文兮被惯坏了 今天的事是她不对 你受委屈了 你放心 我替你教训过她了 以后我也会加强对她的管教 保证不会再发生这种事了 我麻木地用手轻抚着 已经恢复平坦的小腹 泪水滑过脸庞 淹没进发丝里 就在今天之前 这里还有一个小生命 我明明满怀期待 连她的名字都想好了 现在就这么没了 即使心里再难过 可是抬起头对上了 许文元担忧的眉眼 我却再说不出话来了 毕竟作为孩子的父亲 我知道她心里的痛处 不比我少 我也不能再苛责她什么 想到这里 我将心里的委屈压下 没有再作声 我是江家唯一的女孩子 江瑶 因为早产的缘故 我从小身体就不好 家里人更是把我看护得紧 说是捧在手心里 呵护也不为过 上大学的时候 我一眼就看到了 当时担任学生会会长的许文元 她温柔 稳重 细腻 很会照顾人 无论是长相还是性格 都稳稳落到了我的择偶标准上 经过小半年的穷追猛打 我终于站在了她的身旁 和她成为男女朋友 后来我们顺顺利利地谈到了毕业 然后谈婚论嫁 成婚后 她对我也很好 生活里将我照顾得无微不至 下班了 也会时不时给我带点吃的 玩的 我们感情深厚 生活美满幸福 直到前阵子 她走丢的妹妹找回来了 我以前就听她说过 许文心上在墙堡的时候 婆婆带她回娘家 没想到在车站的时候 给外乡人指了个路 回头孩子就没了 这么多年下来 许家一直没有放弃 寻找这个丢失的女儿 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了 自然是宠得没边 对此 我倒是没什么意见 考虑到小姑娘这么多年也不容易 我也是真心把她当妹妹疼的 可是这件事之后 我再也不能毫无芥蒂地和她相处了 许文元说到做到 等我出院回家后 她就脱了关系 把许文心送到了附近的小学去读书 毕竟许文心走丢的这些年 并没有受到过教育 大字都不识几个 因为许文心已经十一岁了 不适合从一年级开始学了 许文元直接把她送到了四年级 怕她跟不上教学节奏 婆婆又找了家庭教师给她补课 我见到许文心时 她正趴在桌子上临摹自贴 见我过来 她赌气地把头撇到一边 想着到底是要在同一屋檐下生活 我不想把关系弄得太僵 让许文元为难 于是我便倒了一杯温水 放在了她的书桌上 多多喝水哦 文心 谁要你假好心 你这个坏女人 没想到许文心突然抱起 拿起水杯直接摔了过来 我躲闪了一下 水杯落到了我的脚边 猛然破碎的玻璃茶籽 崩到了我的脚背上 滑出了细细的伤口 脚背上的火热感涌上 疼得我眼泪一下子冒了出来 我不可置信地看着许文心 不知道她这突如其来的脾气 是为什么 许文心恶劣地笑了笑 不怪我 是你自己送上来的 她眼里满是得意 充斥着报复成功的快感 这时听到响声的婆婆 从厨房走了出来 看到这一幕 先是哀悠了一声 然后过来 把手里切好的水果 放在了桌子上 看着我问道 这是又发生什么了 不知道啊 嫂子非要给我送水 毛手毛脚地把水杯打破了 听她这么说 婆婆变信了 她皱了皱眉道 这么大个人了 连个杯子都拿不稳 真是的 在婆婆背后的许文心 见我被责备 她得意地冲我做了个鬼脸 我气急 忍不住到 明明是她故意将杯子摔碎 还把我伤到了 小小年纪 怎么鬼话连天的 行了 听我这么说 婆婆不悦地制止了我 一个杯子而已 碎了就碎了 你也是的 明知道她对你心里有气 还来触她眉头做什么 这么大个人了 跟一个孩子计较什么 我闭了闭眼 努力平稳自己的情绪 想到许文元不在 我也不想在这种孤立无援的情景中 和她妈还有妹妹发生冲突 于是我只留下一句 罐子如沙子 便回到了自己房间 本来想着 等晚上许文元回来 我再向她倾诉我的委屈 让她好好劝劝婆婆 管教一下小姑子 不要太腻爱孩子 可当晚 我不经意间向许文元说了这件事 她却只是不以为意地抱着我道 小孩子顽劣 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 过几年便懂事了 摇摇你的脚还疼吗 老公给你吹吹 听她这么说 我一下子哑然 半傻 我又小声道 可是她要是下次再犯呢 别理她就是了 她自讨没趣 也就不会找你麻烦了 乖摇摇 睡吧 自那天之后 我便刻意远离许文希 不再与她过多接触 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而经过许文元耳提面命的吩咐 许文希看见我就翻个白眼 然后离开 我们也就这样相安无事地相处了一段日子 我本以为只要我不和她接触 就能避免发生冲突 维持表面上的平静 可是没想到 纵使我刻意躲避 她也不肯让我好过 临近过节 许文元公司里的事情多 每天晚上忙着加班到很晚 而婆婆则去医院看望生病的老姐妹 家里只剩下我和许文希 想到今天 许文元给我发微信 说她一天没吃东西 我想着给她做点饭 便来到了厨房 进厨房的时候 看到许文希正在点脚取冰箱里的巧克力吃 见我进来 她慌了一下 然后把巧克力藏在身后警告我道 不准告诉我妈 听到了没 想到婆婆这几天念叨许文希的牙坏了 让她少吃甜食 我好心劝了一嘴 少吃点甜的吧 小小年纪的把牙吃坏了不好 许文希眉头一皱 恶狠狠看着我道 道你管 说完 小姑娘拿着巧克力跑出了厨房 见她这样 我也就没有继续劝她 而是从冰箱里取出食材准备煲汤 正当忙碌的时候 突然嗅到了一丝烧焦的味道 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 身后的地面已经蔓延起火光了 地上满是油渍 花苗很快引燃了厨房里的可燃物 顿时整个厨房火光冲天 许文希站在厨房门口 冲我恶劣一笑 随后关上了门 任凭我怎么敲打 她也不肯开门 我被困在了小小的厨房里 许文希 开门 别这样 会出人命的 门被反锁了 门外的脚步也越来越远 我的心彻底死了 看着愈演愈烈的火光 和呛人的浓烟 我定住心神 赶紧拿出手机 打了火警电话 然后在火苗 马上就要烧到我身上的时候 打开窗户 从三楼跳了下去 临婚迷前 我听到了一声熟悉的叫喊 摇摇 在醒来的时候 嗅到熟悉的消毒水位 我知道我又回到了医院 只不过 这次坐到我旁边的人 是我的父母和弟弟姜云和 见我醒了 在一旁擦眼泪 妈妈一把抱住了我 摇摇 你吓死妈妈了 呜 爸爸和云和 也围了过来 关心我的身体情况 病房旁边的病床上 坐着的许文元健壮 走了过来 关切地问道 瑶瑶 怎么好好的家里起火了 幸好你没事 不然我要急死了 我冷冷地看着她 一字一顿道 这就得问你的好妹妹了 居然想放火烧死我 话音刚落 我就听到许文希 故作懵懂的声音 嫂子 你在说什么呀 不是你给哥哥做饭 操作不当 才起火的吗 见她还在装傻 我直接挑明 起火的原因 警察能查到 需要去求证一下吗 听我这么说 许文希谋色一闪 彻底闭嘴了 云和本来在一旁 给我倒水 听我这么说 她在众人 没有反应过来之时 直接走过去 给了许文希一耳光 许文希身子一亮呛 跌倒在了地上 恰好婆婆推门而入 看到这一幕 立马扑了过来 护住了许文希 乖女儿啊 你没事吧 场面一通混乱 被爸爸拦住了云和 还在破口大骂 这畜生活着也是害人 不如让我替天除害一次 妈妈心疼地抱着我 眼泪直掉 我闭了闭眼 头疼得厉害 若是放在以前 本着以和为贵 我定不会闹得这么难看 可是这次 我真的累了 爸爸正在一旁 斥责许文元 我好端端的女儿 嫁给你 就是让你们家人 这么戳磨的 文希还小 不懂事 这 不懂事个屁 不懂事就赶紧 让你妈带着那小畜生 滚去别处住 别处我家瑶瑶眉头 一而再再而三 我家瑶瑶是非死不可吗 可他们离开了我 还能去哪呢 老家的教学资源 比不上城市 我今天就把话放在这了 要么 你把你妈和你妹打发了 要么 就和瑶瑶离婚 我闭纯攥挤了被子 不发一言 虽然许文元 为了我也多次训斥许文希 但是我知道 她心里还是很疼惜 这个失而复得的妹妹的 让她放弃许文希 很难 可是许文希害我至此 我是不会再原谅了 爸爸有些烦躁了 直接指着门 让许文元他们滚 回去准备离婚的是吧 老子不想和你们 扯这些有的没的了 有福之女不入无福之家 你们家配不上我女儿 这话落下 许文元脸差那肩白了 她求助地看向了我 而我闭住眼 避开了她的目光 即使不情不愿 许文元他们还是被爸爸 和云和赶了出去 爸爸走到我面前 拉着我的手道 摇摇 爸爸妈妈来接你回家了 过了几日直到我出院的时候 许文元在未来看过我 说不伤心是假的 只是伤心过后 只剩下了浓浓的失望 一边是相濡以沫的妻子 一边是天生坏种的妹妹 可惜她并未坚定地站在我身边 要不是那天云和恰巧来探望我 正好看到我从楼上跳了下来 赶紧把我送去医院 我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在家里住的这阵子 我仿佛又回到了结婚前 还是少女的时候 每天坐在沙发上 浇满地指挥着爸爸妈妈 爸爸我要吃排骨 妈妈 我想吃个苹果 好嘞 爸爸去给你做 摇摇 妈妈给你削好苹果了 就连素来喜欢和我斗嘴的云和 也对我殷勤了起来 让我有些忍俊不禁 这样舒服的日子让我忘记了烦恼 直到这天睡醒 云和黑着脸站在卧室门口道 姐 许家来人了 说是要接你回去 客厅里 许文元他们几个都来了 见我过来 许文元紧紧地盯着我 机遇起身朝我走来 可是我只是淡淡看了他一眼 便走到沙发旁坐到了妈妈身边 许文西坐在婆婆身边 触及我的视线 有些不服地撇过头去 婆婆率先开口道 姜瑶啊 那天的事情查清楚了 确实是文西不懂事 这孩子毛手毛脚 做事也没个分寸 吓到你了 可是他也得到教训了 被警察数落了半天 还给邻居们赔了好多钱 我看着他 突然觉得有些好笑 这就算教训了吗 挨一顿骂 然后用我和许文元的夫妻 共同财产赔偿 害我性命这件事 就这么轻飘飘过去了 我爸文言坐不住了 直接敲桌子骂道 这小畜生差点害死瑶瑶 就算是打死他 那都是便宜了他 你家想要 就这么轻飘飘 接过此事 门都没有 这件事 我们江家跟你们家没完 你 婆婆气急 可是想到我家的势力 到底是畏惧了几分 只好抱着许文西哭道 我可怜的女儿啊 本来以为你嫂嫂是个心软的 没想到竟这么得理不饶人 这可怎么办才好 听他这么说 爸爸妈妈的脸色瞬间黑得能低沫 而许文元一直没有出声 只是看向我的目光里也迎上了不赞同 见他这样 我心里的失望欲重 而许文西则抽抽大大地哭着道 我知道错了 为什么嫂嫂还不愿意原谅我 嫂嫂不回去 哥哥也会难过的 我不想看哥哥难过 说到这 许文西起身 就往窗户那跑去 既然如此 那我便也从楼上跳下去 也算是补偿嫂嫂那天 见此 许文元赶紧眼疾手快地拉住了许文西 他一边紧紧抱着许文西 一边看着我道 够了 摇摇 文西幼时走丢受了很多苦 好不容易找回来 难免任性了些 我们这些当大人的 就让让他吧 等他长大了懂事了 一定会感激你的 他声音里满是苦楚 可是我却不接察 而是冷冷看着他道 可是他想害死我 许文元还试图替许文西开解 他并非有意的 只是小孩子贪玩 他不知道玩火会有这么大危害 你放心 我回去一定会好好教育他 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了 见我神色渐冷 许文元有些急了 当初把文西接回来的时候 你明明也很心疼他 怎么现在就变成这样了 三番几次的死里逃生 怎么 你是要逼着我原谅他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安顿好许文西后 他过来想拉着我的手 却被我直接躲开 这下许文元彻底不耐烦了 他皱着眉捏了捏额脚 疲惫地看着我 别闹了瑶瑶 别和他一个小孩子计较了 我们好好过日子不好吗 是我计较吗 我不可知信地看着他 这件事关乎我的性命 我在意 这也叫计较吗 怎么 我的命不算命 不值钱吗 见我闹情绪 许文元态度放软 温生道 瑶瑶 我的意思是 你和文西都是我的家人 我希望你们能够好好相处 他真的很可怜 我不希望他好不容易回到家 还要受伤害 我看着他 眼里没有一丝温度 是 许文西可怜 但是他的可怜 不是我造成的 凭什么要让我在牺牲 自己的情况下 谦让他 我不是圣人 我做不到 酝酿良久 我沉沉地看着眼前的男人道 许文元 我们离婚吧 在此之前 即使心里在失望 我也没想过和许文元离婚 虽然许家远不及江家有钱 但是许文元之理 上进 对我好 我本以为这就够了 可是现在我累了 他心中联系他的妹妹没有错 可是错就错在许文西 一次次威胁到我生命时 他还试图调和 幻想着能够两全 我已经给过他机会了 可惜他没能把握住 许文元不可置信地看着我道 瑶瑶 你要和我离婚 我没有说话 算是默认了 他急了 拉着我的胳膊道 是我伤害你了吗 我对你不好吗 就因为小孩子贪婪 你就要和我离婚 我嘴角微扯 甩开了他的手道 许文元 我不可能为了你所谓的爱 一直忍让 置我的生命不顾 你如果心里还对我有愧 就和我离婚吧 也算是全了我们的夫妻情分 此事不欢而散 听到我要离婚 许母自然是没什么意见的 毕竟我和他的宝贝女儿不和 他早就看我不爽了 只是碍于许文元对我有情 而江家也不是好惹的 他不敢让许文元主动和我离婚 可是今日这话从我口中说出来 正好全了他的意 不知他在家里怎么闹腾 一个月后 许文元憔悴地来看我 最终还是同意了离婚 离婚后爸爸妈妈怕我心里憋着难受 提出让云和带我出去玩几天 我自然没有推拒 开开心心地踏上了旅途 这次旅行的地点是临海城市 我悠闲地躺在沙滩上享受着阳光 身边还有云和狗腿子地伺候着 别提多惬意了 可是事情总是这样巧 我正躺得舒服 一团沙子突然被丢到了我的脸上 我下意识睁眼的时候 能感觉到沙子近眼 疼得我眼泪直掉 我坐起来擦了一把脸 刚好雨握着沙子 还想要再扔的许文希对视 见此许文希冲我做了个鬼脸 转身就跑 云和急了 拉着我就追了过去 三步并坐两步 很快就追上了许文希 她一把拎起来了许文希道 小畜生 没想到在这还能碰到你 你是不是疲痒了想挨揍 见局是不妙 许文希立马放声大哭了起来 哭声引来了不远处的许母 看到这一幕 许母连忙跑了过来 把许文希紧紧紧护在身后 她一脸不悦地看着云和骂道 你这小伙子怎么回事 怎么能欺负小孩呢 她这一嗓子顿时引来了周围人围观 周围的人不知所以 对着这边指指点点 许母看见我脸上 还没完全擦干净的沙子 心虚了一下 又道 小孩子开个玩笑 用得着这么大动干戈吗 你 云和被她这蛮不讲理的态度气到了 周围的人也过来劝 小孩子调皮不懂事吗 说上两句就好了 怎么还动手了呢 算了算了 别跟小孩子计较了吗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的 无非不过是劝我和云和 原谅许文希 见此许母得意起来 也假惺惺道 我替云希道歉 好了吧 你就别计较了吗 我没有理会她 而是弯腰从脚下的沙子 挖起来了两坨 直接冲许母脸上扔了过去 仰不叫 母之过 你替她被我打回去 这下扯平了 我拉着云和离开 许母在后面气得跳脚 想要追过来 可是人群中 突然传来了小孩子的声音 爸爸 这个小孩刚刚也拿沙子丢我了 他也丢我了 他还踩踏了我的沙堡 这下被众位家长 围住讨说法的许母 无暇顾及我了 开始冲着众人连连道歉起来 晚上回酒店 许文元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沉默了半晌 就在我要挂电话的时候 他终于开口了 今天的事是我妈和文西唐突了你 对不起 没事 我已经打回去了 你还是关心关心 你妈吧 没什么事就挂了 挂电话的前一秒 我听到了许文元 微不可闻的一句 我后悔了 我没有犹豫 干脆利落地挂电话 拉黑一条龙 吃饭的时候 听隔壁桌的人讲起 说是许文兮昨天乱扔沙子砸人 伤了一个小朋友的眼睛 小朋友的家长来讨要说法 情绪激动时 甚至要把许文兮扔到海里 这件事在海滩上闹出来了大阵仗 甚至引来了警察 最后还是许母跪在地上 又是道歉 又是承诺出医药钱 这才稳定住家长们的情绪 云和气地摔筷子 就该把他扔到海里喂鱼 断了他这个祸害 我尝了口鱼肉 鲜嫩的味道直冲味蕾 舒服地我眯了眯眼 他走丢了的那些年兽的苦 足以让许家人愧疚一辈子 而这 也就使得许家会一直给他闯的货擦屁股 但是贯子如沙子 每次闯货 家里人都会替他摆平 慢慢地 许文兮只会被贯得更加无法无天 闯的货也会越来越大 不知超出了许家的能力范围后 许家该怎么收场 旅行结束回家后 爸爸开始着手培养我 锻炼我慢慢接手家里面的产业 他给我委派了很多任务 希望我能借此分心 不再想许家的破事 不得不说 这方法确实有用 投身于工作之后 我已经很久没有再想过许文元了 只是许文元还不死心 自那天之后 雷打不动地换着号给我打电话 隔三差五地订花送到家里 目的很明确 就是想和我复婚 只不过送来的花云和闲晦气 都给扔了 害怕我真被许文元哄回去 云和还介绍了几个他的朋友 给我认识 全是清一色的清纯男大 男孩子们年轻 有活力 身体好 嘴甜 确实能让我忘记许多烦恼 尤其是其中一个叫周周的 长得漂亮 性格沉稳 看向我的时候 眼神有掩饰不住的柔软 我很喜欢 他也很喜欢我这个大五岁的姐姐 相处半年后 我们相谈甚欢 感情越来越深厚 在家里人的鼓励下 我也就没有了顾忌 再次谈起了恋爱 看着我每天春风得意的样子 云和酸溜溜到 周周那小子 天天在我们面前 端得那么高冷 又不敬女色的 我都快以为他喜欢男的了 没想到就这么被你拿下了 他现在每天在宿舍 一口一个姐姐的 我都快分不清 到底谁是你弟弟了 不过话虽这么说 云和道也是 对我和周周乐见其成的 毕竟周周和许文元 这种白手起家的穷小子不一样 周家家大业大 和江家也有许多生意上的往来 若是我能和周周成了 对两个企业的发展 也是好事 更何况 周周虽然心思深沉 对我却情如赤子 各种举动也成功折服了 我在社会混迹多年的老狐狸爸爸 爸爸妈妈也鼓励我可以和周周试试 这天周周开车来接我下班 被许久未见的许文元拦住了路 他憔悴地看着我 半晌沙哑地问道 瑶瑶 你不爱我了 对吗 见我点头 他身形晃了晃 我注意到他瘦了很多 同当初意气风发样子 已经判若两人 他看着我艰难开口 语气里多了些自嘲的味道 就算我现在和你说 我已经把我妈和芸汐送走了 你也不愿意回头了对吗 听他这么说 周周急了 他挡在我身前 瞪着许文元胸道 姐姐现在是我的 你想都别想抢 我捏了捏周周的手 示意他闭嘴 然后看着许文元道 如果当初你这么果断的话 我可能会原谅你 可是我现在已经放下了 迟来的深情抵草剑 我已经不稀罕了 你也别白费力气了 我们没有可能了 我要结婚了 看着我手里的戒指 许文元眼里的光差那间 暗淡了下来 站在原地不发一言 周周拉着我离开了 后来听爸爸讲起 说是许文熙在学校里 和同学闹矛盾 竟将同学从楼梯上 推了下去 对方的家长 是市里鼎鼎有名的 金牌律师 压根不吃许母 一哭二闹三上吊那套 直接扬言 不会让许家好过 他们一边告得许家倾家荡产 一边动用关系 弄掉了许文元的工作 许文元算是被这个妹妹毁了 许文熙被开除 许家在这座城市 已经混不下去了 只好灰溜溜地回了老家 许文元那天来找我 是即将要离开 想要最后再试试 能否唤起我的心软 爸爸感叹了一句 以前发生了那么多事 看在以往的情分上 我们江家没有和他们计较 可是他们却不引以为戒 继续纵容孩子 这都是命啊 是啊 养儿不教 如今落到如此地步 他们说是被许文熙牵连 其实也不无辜 我结婚的这天是在国庆 是秋高气爽的好天气 在父母的祝福 亲朋好友的天才中 我穿着洁白的婚纱 一步一步走向了那个满眼满心 都是我的少年 这是我再一次勇敢选择的幸福 婚礼结束后 云和臭着脸给我递过来了个红包 对上我不解的目光 他闷闷道 兴许地给你的 他在外面被我拦住了 我打开红包 里面除了厚厚一打子钞票外 还有一封信 上面只有寥寥数语 无非是助我以后安好 他会一直等我回头 最后一句是 瑶瑶 对不起 以往是我糊涂了 我们曾经是最亲密的爱人 也曾护许终身 承诺不离不弃 可是爱到最后随风散去 只余下一句 对你不住 我随意将信扔到了垃圾桶里 我不会回头了 我的心告诉我 往前走 好了 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你的观看 希望今天分享的内容 对你有所感触 尚未订阅的朋友们 别忘了点击订阅 这样我们可以每天陪伴你 让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一起慢慢变老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两者 大家 guide 他们这样 融 dif